今天我們要有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教各位用筆記型的軟體 這個筆記型軟體的好處是 你今天有很多東西在手機上操作的 如果那些文字你覺得重要 或者你看到哪個網站你覺得不錯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你覺得需要保留的 你可以把它存到Google Keep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有這個東西叫做Evernote 有沒有看到我這邊有一個Evernote EVERNOT這個大象圖案 也可以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這個是最老牌的Evernote 來字看不清楚 那我來寫在這 這個叫做放大一點好了 這個軟體叫做Evernote Evernote這個大象這個圖案 它是最老牌的一個筆記軟體 但是呢這個筆記軟體它有一個限制 它有一個限制 它的筆記軟體可以存照片 可以存文字 可以存聲音 也可以存 影音都可以 但是它存的東西會存在雲端 但不是Google的雲端 是它這一家公司的雲端 可是它存在這個雲端有一個限制 如果你要用免費的可以 一個月只能存上去60MB 60MB 一個月只能存60MB 的資料上去 OK 所以今天有時候我們拍了一張照片 常常就是可能就有那個5MB 哇 那你今天如果你天天都有在做筆記的習慣 然後都會插一張圖 哇那5MB只能存12張 只能存12張圖而已 OK 筆記的東西有時候我們會存照片 會打字 甚至有時候錄音 甚至有時候錄影音 它只能60MB 如果你要用免費版 要不你就付費版 付費版就可以比較沒有限制 它有分幾種付費方式 那但是呢 我今天不想要介紹這個 我想要介紹的是Google Keep 為什麼我介紹它呢 因為它可以無限制儲存 因為是Google的產品 Google就可以讓你無限制儲存 因為它用的是Google的 Google自家的產品 存在Google的雲端 就不算佔空間 可以嗎 好這個筆記軟體 如果各位還沒裝的 請到App Store 或者是Play商店 然後呢 像App Store呢 來我再稍微操作一下 App Store 打開之後呢 先按右下角的搜尋 再按左上方的這裡 點一下 然後呢 你可以用麥克風 Google Keep 別忘記講完要按下方的那個鍵盤鍵 如果 欸它怎麼 怎麼Cat 我發音太不標準了嗎 再一次 麥克風 別忘記喔 講完之後 它那個波動在波動的時候 右下角有一個小鍵盤 如果你不按掉 你再繼續講話 它又繼續下去了 所以 別忘記了 來我示範一次 Google Keep 這個生殘 Google Keep Google Keep 我麥克風沒打 Google Keep 這個這個這個 我發音太不標準了 好吧 那就只好打英文啦 Google Keep 好 好 搜尋到了 找到這個 然後 它會出現 我沒有安裝的話 出現一個語音 然後 箭頭一下 那你就把它下 點一下下載 那Play商店 當然就 更容易啦 然後也是一樣 來我點麥克風來講 Google Keep 它就可以聽得清楚 也是一樣 你看有沒有更新 去按更新 那不然就是開啟 好 我猜啦 可能Apple 我就是故意 你又講到Google的產品 我就是故意給你聽錯 哈哈 不讓你下載 OK開玩笑 好來 請各位把這個Google Keep 裝起來 好不好 來